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自己,深入探讨为什么哈利特、阿姆斯特朗决定拍摄每一家伦敦的中餐外卖店 在一个雨夜,这位在英国出生的华裔艺术家林光一闪,决定用相机捕捉这些店铺的美丽和温暖 他的拍摄旅程从伦敦东区的莱顿开始,扩展到整个伦敦,甚至计划进一步涵盖英国其他地区 阿姆斯特朗的动机源自他在中餐外卖店长大的深厚情感 这些店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面对英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复杂身份认同,他用摄影来重新建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记录这段文化历史 他担心,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些外卖店的景象正在逐渐消失 因此他感到紧迫,需要尽可能多地拍摄 阿姆斯特朗的作品在Instagram上以Jean Sewing的名义发布 他希望大家能推荐更多的中餐外卖店,让他的艺术作品更加丰富和全面 这不仅仅是拍摄,这是一种对文化的记录和热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看看这位艺术家如何用他的镜头捕捉那些明亮的灯塔,背后有着一整个生活的故事 在一个雨夜,哈利特·阿姆斯特朗坐在巴士上,透过窗户望向伦敦东区的街景 雨珠在窗上画过,他的思绪却被一个温暖的光芒吸引住了 在莱顿有一家叫做好朋友的中餐外卖店 我透过窗户看进去,看到人们坐在那里等待他们的食物 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怀旧之情 他回忆道,BBC报道指出,这一瞬间的触动唤醒了他对过去的无限记忆 哈利特是在英国普茨茅斯长大的华裔,后来搬到了伦敦 他的家人和许多亲戚经营中餐外卖店 这些店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七岁时,听到炒锅的声音 在中餐外卖店里,小孩子除了给盒子盖上盖子 什么都不被信任,因为食物非常烫 所有这些记忆在那一刻涌上心头 他动情地说,第二天晚上,49岁的哈利特戴着相机回到了莱顿 再次来到那家让他心怀温暖的外卖店,开始拍摄这家外卖店的外观 从此,他的旅程开始了 每晚他都提前计划好要拍摄的店铺,逐渐扩展到整个伦敦 他将这些照片以Jean Sewing的假名发布在Instagram上 这个名字在广东话众议位拍照 他笑着说,这真的变得很上瘾,我的步数也变得很高 哈利特白天在NHS担任医疗摄影师,晚上则投入这个项目 他解释说,我的双重身份一直很复杂 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卡在英国和中国文化之间 但也觉得自己有点像是两者之外的人 《卫报》曾报道过,这种文化身份的困境在英国的华人社区中并不罕见 哈利特认为这种复杂性随着他的成长而发展 当时我可能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 同学们对我有很多偏见和无知 而当我学习英语时,我的家人其实不喜欢 因为他们觉得我变得太英国化了 因此,哈利特将这个项目视为重新建立我英国和中国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式 我真的开始接受这一点 我认为中餐外卖店对我来说代表了东方与西方的交汇点 他说道 哈利特还将他的艺术作品视为记录我文化的一段历史 因为他担心社会的变化正在威胁那些熟悉的外卖店景象 比如窗户里吞色的黄色菜单和装满面条的铝箔托盘 我们这一代在英国出生的华人不想做那些荒谬的长时间工作 也不想像上一代那样在中餐外卖店工作 哈利特补充说 外卖送餐员的增加也意味着一些外卖店不再以吸引路人为目标 他们几乎像工厂一样 我有点担心 觉得哦不 那是我文化的一部分开始消失了 所以我感到有点紧迫感 想尽可能多地拍摄 BBC报道称 这些照片捕捉到的不仅是外卖店的外观 更是那种温暖的社区感和文化联系 哈利特鼓励人们在Instagram上推荐他们最喜欢的伦敦中餐外卖店 以便将其纳入他的艺术作品中 并计划将这个项目扩展到英国的其他地区 我只是把他们看作这些明亮的灯塔 他们非常吸引人 背后有一整个生活在进行 他希望通过这些照片 让更多的人理解和珍视这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故事的场所 这项计划不仅让哈利特找到了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位 也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角色 他希望中餐外卖店不仅仅是食物的提供者 更是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在伦敦的街头巷尾 这些外卖店的温暖光芒 像是文化的明灯 照亮了无数在一国他乡努力追求梦想的人们 也让每个经过的人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伦敦的中餐外卖店 在英国的美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伦敦成为多元文化的全球大都市 中餐外卖店逐渐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 最早的中餐外卖店出现在20世纪中叶 当时大批华人移民涌入伦敦 带来了中华美食的丰富传统 这些早期的中餐外卖店 大多集中在伦敦的唐人街 特别是位于西区的SOHO区 这些店铺主要经营广东菜 上海菜 四川菜等不同菜系 满足了当地华人和英国人的味蕾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餐外卖店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 菜品更加多样化 从传统的广式烧辣到川菜麻辣火锅 应有尽有 许多中餐外卖店还开始提供融合菜 将中餐元素与西餐结合 创造出新的美食体验 伦敦的中餐外卖店 通常提供便捷的点餐方式 既可以通过电话订餐 也可以通过各种在线平台下单 如Just Eat Deliverall和Obereats等 这些店铺的营业时间也相当灵活 通常从午餐时间一直营业到深夜 方便上班族和夜猫子们享用美食 根据伦敦市政府的统计数据 伦敦目前大约有超过1000家中餐外卖店 遍布各大区域 从高档的伦敦市中心到偏远的郊区 这些店铺的经营者 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或东南亚的华人 他们将家乡的美味带到伦敦 丰富了当地的餐饮选择 在伦敦 中餐外卖店的受欢迎程度 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数量上 还体现在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每年春节期间 许多中餐外卖店会推出特别的节庆菜品 吸引大量顾客前来庆祝 此外 一些知名的中餐外卖店 经常出现在当地的美食节 和各种社区活动中 成为推广中华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总体来说 伦敦的中餐外卖店 不仅提供美味的菜肴 还在促进文化交流 丰富当地社区生活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游客 都能在这些店铺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中餐美味 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